中文字幕志愿者 很多兩個小時吧 然後其實就往上包充七八百文左右 因為時報在那時候是告訴我們說 會在隔天的五點接稿 也是到隔天的早上五點 設計師聶宇貞在臉書發文 從圖像到色彩全都有隱喻 像是WHO用的字型 顏色也是世衛標準色藍 洞口圖像象徵疫情爆發 全球潛入困境 下方出入口是台灣建立 幫助管道 而最下方還有一小段文字 代表台灣向國際喊話 台灣經歷過SARS 知道世界正在經歷一切 台灣被世衛鼓勵 所以知道單打獨鬥的艱難 還提到台灣捐贈一千六百萬口罩 支援世界 也和歐美合作開發疫苗 沒有人能鼓勵台灣 台灣是來幫忙的 總統蔡英文看到 也特別PO上臉書 大讚台灣遊者方式走向世界 不過這次發行募資只是起點 接下來他們還要繼續在網路串聯 讓台灣可以幫助 讓全世界都知道 在立新聞劉家瑋 許敏娟 台北採訪報導 好 好 啦 好 好 好